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崖壁上的人家 环境非常漂亮 我从上方来到这个河边呢 已经步行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估计上到这个悬崖呢 得一个多小时啊 走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河边还有一个房子啊 以前有人居住 现在呢 已经是荒废了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座吊桥 这个吊桥可能也很久没有人走了 然后下方就是奔腾的河流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绝了 然后我们要爬这种90度高的悬崖 走走走 这个上面太散了 还要顺着这个河道平着走过去 走一段之后呢 从那边的这个山梁上 然后往上爬 今天是天气比较不错啊 否则我都不敢在这个 这么深的峡谷地带来 下方就是汹涌的河水 是吧 上方是90度的上千米的崖壁 这里应该是以前的一个水利灌溉工程啊 这边弄了一个大沟 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小堤坝 看下方的河流 哇 天哪 我顺着这个河边走过来 我都走了好一阵了 还没有走到这个可以上崖的路 而且我来到这里呢 也是在那个河对面的村里面问了一个老人家 然后他给我指的路啊 否则的话我根本找不到这里啊 在山里面真的是这样 你看的好像挺近的 但是实际上走起来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等一下咱们还要爬这个四五百米高的悬崖峭壁 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往上了 这个地方 可以看看 这个地方好像有个路影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 那边有一个小村子 然后公路呢 是在这个山的半山腰 大概这个位置啊 我车子停在那里的 然后呢 绕到这边从那边下来 顺着这个河道走过来 然后从我这呢 攀爬上来 这边都是大崖壁啊 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从这个地方继续往这上走 翻到那个崖壁上去呢 就能到那一户人家的位置啊 我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呢 已经走了四十来分钟 接近五十分钟了 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停啊 就是向老人家打听了一下 大概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还好我今天穿的是长裤子啊 我以为攀爬崖壁 不用走这种草丛啊 森林啥的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加万分小心 你们就说这个路 你在对面你怎么可能看得到路呢 对吧 它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之间 一点点 你就感受不到它有路 哎呦 浑身是汗 汗流甲背 真的很累啊 还没有爬到一半 我这个天啊 这几乎就是垂直九十度的攀爬 而且每一步啊 都异常的艰险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没有 这里面是一股昏浊的河水流到那儿 那边为什么是清澈的呢 实际上啊 这里是白鹤滩水电在那儿 电站筑起来 水位上升啊 金沙江的支流就知道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这里昏浊的河水到那个地方呢 就汇河 你看 下边就是绿油油的 上边是黄色的是吧 哎 你好 sorry 你背着啥东西哦 你从下边上来哦 我从下边上来 为什么从下边上来啊 我从下边上来啊 啊 这个吊崔瓦店 好 你是走哪点啊 我不是下地背下来为了工 就是只能走掉下来点啊 嗯 你几点钟背下来啊 好吧 都背了一个多小时了 背了好几个钟头 背了好几个钟头了 嗯 拍两个小时 上面就是你们两个人住在上面是吧 嗯 我空手走都肺烈哦 你们这个还 你要坐哪里 就上来刷一下啊 上来逛刷 你背的游戏了吗 没有 没有 还有呢 我还不敢跟你弄 这个我还不敢跟你弄哦 因为这个太兜了 我没走关系 嗯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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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得慢 我慢慢走 慢点哦 我这个天啊 走在这个半路正好遇到这个大叔 本来我也是想着帮背一下 但是我 确实是 不太敢 因为他这一背 也有六七十斤 然后这个脚下也特别的滑 这样的 陡的地方 我也没有背过 这大叔还穿的是凉鞋 真的是厉害 这一天 这一天 是哪里啊 我来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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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走到上面来玩一下 是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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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哪里啊 看你们这有房子 是哪里啊 我也是走过来看哈 刷哈 哦 哪里啊 嗯 这全部是花椒哈 全部是花椒 我看到像第一只树那样 结果全部是花椒 哎呀 还干死了 今天看起来还可以呢 可以 就可以了 你看 那边的干了哈 全部干了 先走到外面都开始说 你这个还累了要说句话 我干过我 你走吧 你走吧 你们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嗯 你想走 你走 我也累 太累了 真的是累了 马上到阿姨家的房屋了 嗯 是啊 是啊 等一下 你们已经搬起来房子挖掉了哈 哦 那姑娘都挖掉了 然后 然后 回来自己打个蓬蓬住哈 哦 对了 就是打个蓬蓬 给这土地关钱 我说做花椒 是我们发展起来的了 嗯 我说是可惜了 我们但是给大公娘也不要嘛 我们转来嘛 给这个花椒 关钱 特地得卖 哦 等于这些花椒是以前种好的哈 我们完全发展起来 那时候我们就说 我说我家已经这些是发展起来了 我也不是懒人 啊 要不来 回来把它关起哈 我们老了嘛 大公娘也不要了 年纪大了 等到钱 这种 这两个叔叔老经有问题 你整不到啥子不敢 和他整个啥子 养的人不得了 这有叔叔 等我这给他关 我都关了 煮的饭给他吃 老经不行的 你随时掉了屁股后 都回到他 放心 哦 哦 因为这个楼台兜的 嗯 你走到两个楼台 真的不放心 对 天天的打电话 天天的打电话 嗯 不放心 老了 对 爸爸老经也不行 因为你这个地方走哪里 都是悬崖峭壁的 不是 哦 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哈 啊 是啊 嗯 管他了 我爸爸要干了 走哈 不讲究了 就坐这儿干 我稍得掌水给你吃哈 我都带流水 不要紧 你吃掌水不嘛 吃我就稍得流水 不吃太热了 太热了 我也少吃了 弟弟 你们搬出来客了 都有回来几年了哈 三年 我们是搬上客了 我们老两个都又转了 这是什么有房子 哦 对年轻的 这两天他们都转下来上学了 哦 哦 我家有些我儿子才带的 孙子 孙子媳妇 放了家又上个 上个 都上学了 抓桥家的上学了 在桥家县哈 嗯 在桥家上学了 哎 有爸爸当 我给爸爸拿出来给你吃 不拿不拿 我不吃我不吃 你这一吃的都是给背起来的哈 这是背起来的 你不用拿了 我不吃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吃我不吃 我不吃 不用拿出来 不用拿出来 不 我吃了 我吃了 腰可以放羊去了哈 不放 我要出去我们就转了 哦 哦 是马上要把他轮出去吗 嗯 你花椒都采得了 看你还是青色呢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哦 哦 羊子有好多个羊子嘛 嗯 嗯 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哈 嗯 你这个羊子有个人 看你好乖哦 哈哈 这羊子好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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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这哪里里啊 这外面里里吗 哦 哦 哇 这羊了这么多的羊 好几十个 这羊子看起来都很漂亮 你这钱都给挡大肚子 挡大肚子 挡大肚子 我给你了 没事 我给你了 哈哈 嗯 好 好 她吃饱了 自己会回来吗 回来 哦 对 早就在这儿放烂了 忘记早就吃热瓜了 哦 你这羊子真的是光生完了 有 看起发凉毛色的 看起发凉毛色的 哈哈 好 好 跟阿姨一起去干羊去 你多刷嘛 多刷嘛 没事 我就是来刷的 这些奶奶看起来都很 industries 是 肚子是很 真的很 这两天又潮头 你从那里还算起来还很 没的 草草来看起来都是光的 好好ert 自然说没钱 有了钱就职了 你妈爸也很难出去吃 你贵姓呢 我叫姓水嘛 我晓得你啊 我姓姓啊 单人管个姓 我叫姓火峰 就是姓峰那个姓啊 对 这叔叔他是拿着什么时候开始像现在这样了 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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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了 我刚刚忘了就学过 还给你买了那么多苹果 我现在过来你吃 你这碗吃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你背起来背弄得辛苦 我都不敢吃 不吃 不吃 真的不吃 我有水 你弄得费力 背起来我不吃 我真的不吃 你们自己慢慢吃 你们背得太费力了 快点 快点了 你背得太费力了 我吃了几十年了 我看到你们背起来太累了 我吃了几十年了 你不好意思 真实话 真实话 这墙子哪个是弄的 你们这个土墙是 那是老百人 这都做了好多年了 老百人在这呢 老百人在这呢 啊 你种的花椒一年可以买好钱 一年买一两碗 一年买一两碗 待会都做点装酱 一年有几万块钱 那两个生活 生活没问题 可以了 你有花椒味道 有咖喱味道 没有咖喱味道 没有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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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咖喱这个酒啊 啊 你给我装点呗 你给我装点呗 好嘛 要得好 我装你回去 哈哈哈 问题都香的 我装点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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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这儿好 就拿这儿拢就行了 就拿这儿拢就行了 这儿最小的 嗯 你多拿这个 我拿给你拿 你还拿给你拿 你还拿给你拿去看我去 你再拿 这儿再拿我 这儿再拿我就行了 最小的 我脚脚不好 我拿得好 你再拿 另外再拿这儿拢就行了 我拿着 你卖二十多块钱一斤 你也要好多钱 你卖二十千块钱 哦 天呐 我有几大口袋 我的妈又可以多人 要几大口袋 哦 够了够了 一件事没整 我肯定没有那种 你这种花椒的 我妈没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不拉了不拉了 哎呀 天呐 不拉了不拉了 就要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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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我给你拿钱 我再拿的给你 不要了 钱我不要你的呀 天呐 饭都要吃你吧 我才是储藏之地的嘛 你储藏之地我要拿钱呢 不要你的钱呀 这小的话讲就只备块钱嘛 得下了 不不不 我要拿钱 我拿的还有 拿的得有 我家这不是小店 没得也说啥 天呐 你是拿个多吃的嘛 小的话叫只备块钱嘛 黑道人喽 我要拿钱 不是 你等干些要啊 我送你了 我喊你我弄的花椒 我是要给钱的一生 不是说我来 你又送给我好不好呢 啥个不好 咱咱说是要钱了 二天我们走了你家去咋的 那你留个电话 姓娘娘 嘿嘿 那我走了娘 谢谢咯 谢谢你花椒咯 太感谢咯 来 人生 你再拿下的来你不 不要了 人生 你还没吃 人生地不吃的 你还送东西给我 你还送东西给我 不了 那我走了娘 我怕下雨 看到天上有点黑 要是下雨 我怕下雨 我怕下雨有点麻烦 我怕下雨 嗯嗯 就是怕下雨 要的 那我走了娘 要的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好好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姓阿姨家 今天到这个悬崖上来探访真的是收获满满 感动满满 我上来的时候就碰着叔叔阿姨他们两个人从山下背物质上来 这些物质呢也是他们的儿媳妇和女儿跟他买的 他们大概是每一个月下去背一次物质 因为在车上面要生活嘛 要吃饭 正好我跟他们一起上来呀 他们背的物质有各种吃的 他还叫我吃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吃啊 然后阿姨又洗了苹果给我吃 从这么陡峭的牙背上背上来的物质啊 我吃了感觉有点心里过意不去 说实话 我就看着他们终于有点花椒嘛 我就想着向阿姨买一点花椒吧 结果呢装了一袋花椒之后 这阿姨又不收钱又要送给我 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 遇到这么一位特别友善的阿姨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姓阿姨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是在养羊 还有就是种有一些花椒 它这个花椒具体是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 但是非常的香啊 这个香味非常的香 这里的弟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你们要买那种原生态的花椒 要买羊的都可以到阿姨这儿来买 阿姨这儿未有羊 它的羊呢也才二十多块钱一斤 要我们贵州的话都是卖三十多块嘛 然后它的花椒的话 它批发才二十多块 不过呀大家要到姓阿姨这儿来买花椒呢 大家可以给它贵一点哈 给个三十多块钱一斤吧 来到姓阿姨家的详细地址 我跟大家说一下 云南昭通是巧家县双和镇的黎树村 那么来黎树村呢是来不到它这里的 所以要来到阿姨这里呢是要到双和镇的新农村 也就是对面 走到新农村之后呢就能看到对面崖壁上 这户人家呢就是姓阿姨家了 不过呀从对面走到河沟 然后再走到姓阿姨家呢 最少最少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这个路途也比较艰险 大家要小心一点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哈 阿姨请我吃了苹果又送了我花椒 我得跟她推销推销啊 她这里的花椒真的非常的香 她养的羊也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 你们要买羊的可以到这儿来 给阿姨贵一点的价格啊 买花椒的大家也可以到阿姨这儿来 但是呢大家给她稍微价格贵一点 因为二十多块人家是批发价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要下崖壁了哈 本期的探访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